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讲我们的第二课了 课文二 今天不舍着,明天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简短的小对话 第一个 Oswald 不好意思啊,我想要向您请求一个帮忙 我想要找您帮点忙 我现在处在一个极大的一个窘境 极大的一个窘迫 OK,然后Manolo说了 Dígame de qué se trata Si puedo lo haré con gusto 跟我说说 De qué se trata Tratar se加 de 是不是,是什么什么 跟我说说是啥呀 如果能的话 我会特别开心去做这件事的 我一定帮你做这件事 一个非常客气的一个说法 OK Se trata de dinero 是跟钱有关的 是钱 然后 Lo siento No llevo más que unos centimos enzyma 他说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带在身上 什么masque No masque 就是什么 只有一点点 不比什么什么多 只有一点点 我只带了一些个零钱 enzyma 在身上 我只是带了一些个零钱 在身上 OK 你 para pagar un café con leche Eso es lo que acabo de tomar y no tengo dinero 连付一杯 加奶咖啡的都没有吗 都不够吗 这个Eso Eso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咖啡 con leche 这也是我 我刚刚 Lo que acabo Lo que acabo de tomar 我刚刚喝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我没钱 没钱 像西边的人就是这个调样 没钱也照样喝咖啡 OK 完了之后呢 Mandona说 De verdad Lo lamento Pero no se me ocurre una idea Pero se me ocurre una idea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对此很遗憾 我对此很遗憾 但是呢 Se me ocurre una idea 这个句型是不是之前都学过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其实是一个主意 发生在了我这 实际上是主意 这个主意做主意 我想到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呢 两个冒号 Pedir Pedirle al camarero Que nos fie 你跟那个 你跟那个服务员 去邀请 去请求 请求什么呢 让我们设账 你跟他说 让我们设个账 他说 Ya lo pense Ya lo pense 我已经想过了 我已经想过了 Pero fíjese En aquel letrero 但是您注意盯着 那个什么什么看 您看 您看那个 Fíjense 您看那个标牌 您看那个标牌 然后马德罗说 Oi no se fia mañana si 今天不舍账 明天可以 如果说 这有点意思 其实是个小笑话 就是那个标牌 如果说天天在那放着的话 那就是什么 明日敷 明日震 对吧 那个标牌上 一直写的是 今天不舍账 明天 你明天来的时候 那标牌上面写的 还是 今天不舍账 明天 OK 所以这个是客问二 客问二 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小对话 整个第九课 都没有特别难 好 好